各位現場的麗麗以及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午安 我是曲愛玲 首先要非常歡迎大家麗麟寶紅糖參與 今天我們寶機皇室錶款特展 當然我們的現場會 那今天呢我相信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已經這個可能已經參觀過我們現場展示的錶款 那當然也有很多的故事在這些錶款之後 那今天呢也會一一的跟大家做介紹 不過呢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整個這個寶機的這品牌歷史當中 它是創立在1775年 所以呢我們一直知道它在這240幾年的歷史當中呢 不斷地使用精湛的製表工藝以及美感 打造出它們每一支錶款 也創造許多這所謂的匠心獨具的經典錶款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皇室的成員 甚至於是國家的元首都成為它的擁護者 例如像我們的路易十六 拿破崙 瑪麗皇后 以及我們的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先生 他們都是我們寶機品牌的愛護者 擁護者 那當然在這個整個品牌的經典歷史當中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這所謂的 他們的這品牌的value以及價值觀 當然就是要秉持著所謂的經典傳統 但是要不帶著創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以這樣的精神從品牌開創之際 一直到今天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它奠定它在頂級製表地位 非常重要的駝飛輪之外呢 在它申請的專利當中 算到今年已經有超過200多項了 在2010年呢 他們也在申請專利的磁性書軸的一項專利呢 也讓它在製表工藝當中呢 奠定了它一個全新的里程碑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到寶基 它有很多的故事 說到寶基 它在我們的整個鐘表史裡頭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現場呢 當然非常榮幸 有許多重量級的貴賓與會 參與我們的盛會 在這邊要好好的為大家介紹 那首先呢第一位 當然就是今天我們這個 非常棒的一個場地 就是我們的寶紅堂 在此呢 我們要為大家介紹 寶紅堂的業務總監 也就是我們陳俊斌 您好 陳總監 謝謝 再來呢 要為大家介紹 當然也是特別飛來 參與我們的活動 也就是我們寶基的 香港台灣區的副總監 Mr. Martin Gant 我們給他熱情的掌聲 當然還有我們美麗的 台灣所記瑞表的總經理 我們的李沛倩 Vicky 歡迎 還有大家非常熟悉 我們寶基台灣區的副總 也就是我們蔡光明 Albert 是的 那當然有這麼多的媒體朋友們 一起來參與我們的建賞會 當然我們要跟他分享的 除了有新的 當然也讓大家看到 就是我們今年的寶基 非常著重於台灣的市場 當然在整體來講 他們所要帶給大家的 就是我們的經典以及創新 所以呢 我們知道寶基一直以來就是一個 一直在延續所謂的 我們要將我們的經典的製表工藝 保持在身 但是我們也要打造出 所謂的創新極致 所以你看到全世界第一支萬錶 也就是由我們的寶基 我們的實際發明的先驅所打造出來 運用精湛的製表工藝 加上我們的珠寶技巧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帶給我們全世界 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的萬錶 所以